大家好 大家晚安 今天很高興來到鳳雅說局 我經常聽翁老師說 他可以做一個老小的人 看著長家好人的錢 然後可以教導於過心臟的學生 他就是他的教書很有意義 有人承仙起 今天我會站在這裡 其實我本來也是主婦聯盟合作社的一個社員 那我今天會站在這裡 其實有一個轉變 我本來只是說去那邊買安心的食材 買得非常的快樂 可是有一天我看到這本菜 我會最感動 這本就是人生的存責 我們第二任的理事主席 叫做謝麗芬女士 他要貴謝麗芬女士 他就有感覺 替他出這本書來經營他 那他的理由就是說 我媽媽的存著裡面都沒有什麼錢 我媽媽的存著裡面充滿了理想 我看完這本書 我發現說 我必須從一個接受者 出來當一些志工 我們一直在接受 我們總幹付出一點 那是我的心靈轉折 所以對我們主婦聯盟 生活消費者就再來說這本書很重要 今天你要說的這本書很重要 這個有他的歷史的音源 那我們說菜籃子革命 其實說我們想到之前層次不窮的食安事件 我們台灣人已經接受了非常慘痛的健康威脅 還有人跟我們拼銷說 我們台灣人就是都要買銷的東西 所以商人為了降低成本 就賣我們這些東西 那難道我們台灣人就該死嗎 對不對 當然這很多的共犯結構 是不是 但是回到我們主婦聯盟的時候 就這樣做做的身上 其實這個問題 我們在二十幾年前 我們就已經發現了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覺悟 說我們做一個國民 我們每一次所花的錢 都是在為我們以後想要的世界投票 是不是 這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 然後我們購買力 絕對會讓商人去決定他的方向 我們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生產者 叫做喜怨麵包房 師名皇師總監 他要說過一句話 他說行動是最好 實踐是最好的批判 你說很多話沒用 你要有行動實踐能力出來 然後要進入這個主義之前 還有一句話 我們說為什麼要有這些書 就是說樹有多高 它的根就要有多深 所以我們學祖師 跟我們學祖師的生活生產者 我們其實都在做前端的 頂端的工作 我們的生產者 他花很多時間 去產出那些非常健康的食材 但今天在營之前做了多少工作 做了多少努力 所以在菜籃子革命裡面 我們就是一直想到說 其實你們說到主戶聯盟 是不是會有一個想法 主戶聯盟其實合作社 它其實已經發展出兩個組織 一個是主戶聯盟的環境基金會 另外一個屬於我們現在要談的 就是主戶聯盟的生活消費合作社 這兩個組織其實在內部是不一樣的組織 可是這為什麼一樣的名字 就是我們的先行者前輩 在開始做環境運動 然後轉到食材這一塊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有同質性很高 所以有一個清華大學的王俊秀教授 他就說過一句話 如果這話如果大家都聽懂的話 我今天還可以在那邊講 那就是說主戶聯盟這批媽媽們 是用推動搖籃的手 推動台灣的環境運動 你知道嗎 推動搖籃的那一支手 推動台灣的環境運動 下一句話就是說 然後他又用提菜籃的手 來轉變台灣的農業生態 其實這兩句話我覺得很貼切的 註解出我們的路線就是這樣子 我經常說 我跟社長說 這樣你如果做一個門聯的上下聯 這樣我們的橫批要用什麼 我們為什麼想一個橫批 菜籃子革命 可以 可以 還有 菜籃子革命上面還有一個很批 叫做 歐巴桑叫台灣 這樣可以嗎 我們台灣的歐巴桑 其實生命力是非常的強烈 對不對 最近有一個講過 有一個農戶在做產的朋友 人家說 你怎麼沒用你兒子呢 那廣告下一個就跳到哪個鏡頭 他沒有說他很沒用 大人從上面 不然他們在那裡頭下 在那裡泡茶 然後評論國家大事 很沒用 但是也不一定 我們也是很多很認真的台灣的女人 起碼我們合作設計的主部門 我們背後都是有一個推手 能認同我們的理念 我們今天才能出來好好留下手 是不是 好 所以話講到這裡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找不到人 一起努力吧 好 那 你要幫我弄嗎 好 好 那回到前面 好 好 食不安心 共購其一 那你看 右邊這裡有什麼 從共同購買到合作 找幸福 所以其實我們的層次就靠著我們的 剛剛說我們說用去投票 去決定我們要的未來 所以說如果一個金字塔的結構來說 最下面這一層就是我們經濟的利用 叫做共同購買 那它的第二層就是環境保護 因為一開始我剛才說 說我們在環境基金會的時候 就是因為要做環境保護運動 是不是 然後才想到說我們的食材的問題 因為我們所有的農產品 我們的漁產品 我們所有的食材 都跟土地會有息息相關 所以你土地不保護起來 那什麼都不用說 所以我經常在城市裡面 看到很多人 早上電話就在說什麼 去養生 去跳舞 去練太極拳 去做什麼做什麼 然後結果呢 他走到外面的時候 我們整個空氣水 都是被汙染的 那麼個人的養生又如何 所以醫生如果要救人 他不是站在下游 一直給人叫溺水 應該要怎樣 跑到上游去看說 為什麼一直有人飄下來 為什麼有人溺水下來 原因出在哪裡 所以在這裡提到說 從共同購買到合作找信 我要說 該會比較一塊是 我們的經濟參與 中一塊就是環境保護 那環境保護 最上面那一層 我們就要做到什麼 社會服務 那就是我們當時的想法 好 所以你看看 使不安心 共同賜意 你看最近這些 實在有問題 我們都收到 但是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好 其實所有的努力 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好 其實早在1980年代 其實右邊有提到說 這些家庭主婦 他們最主要 當時有一個教授的集團 叫做新環境基金會 那新環境基金會 可能你們都知道 他現在 他當時有一個雜誌 那這群太太們 其實都是那些教授的太太 他們早期都跟著先生到國外去留學 那他們在國外看到那個生活環境 他們回到台灣 然後發現說 怎麼那個環境變得很糟糕 譬如說那個 我剛剛說的謝立芬 他們兒子就是在中興大學 雲汐教授 林鄭柱教授 他娶兩個女兒去美國 投奔先生 然後 半讀 結果現在先生拿到學位 要回來台灣的時候 他走下桃園機場 結果他女兒 那幽靈的女兒跟媽媽說 媽媽 我不能呼吸 我不會穿花 這個孩子說的意思就是怎樣 他感受到 他在外國跟台灣的空氣品質不一樣 所以那個謝立芬女士 他就覺得說 當他回到中興大學 跟他先生回到中興大學 他就覺得說 他要做點事情 所以 所有的我們這個參與者 他們都是人家的女兒 然後變成人家的太太 然後變成人家的媽媽 所以對於一個整個環境 大環境到一個小家庭的經營 他們必定是有他們的想法 那既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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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愛他的家人 愛他的家人 就希望說我們有一個 但是我們不能夠怎麼樣 只保護自己 如果我們那個戰線拉大一點 我們保護整個社會 那我們的安全才可以受到什麼 保障 所以在這裡提到說 他們當時那些 新環境基金會媽媽們 他們說我們的先生去 他們去寫文章 然後他們去辦雜誌 然後呢 行動要怎麼 請媽媽說不是這樣而已 所以媽媽們就講說 我們可以做什麼 所以那些等於是 新環境基金會的自公媽媽們 後來就出來 自己組一個組戶聯盟的團體 自公環 後來慢慢變成 因為1984年 最重要的一個 上報紙的就是 那時候還沒有解除戒緣 我們不能隨便上街頭 可是那一年是 跨國的一個 連鎖的餐飲企業 叫做麥當勞 來到我們台灣 結果來到台灣 我們大家很高興 我們整個計算 美國的潮流 但是這個媽媽也 因為在美國住過 他們知道 麥當勞在美國 賣的價格是什麼 他要牛肉 並不是很好的牛肉 要做烤毛牛肉 不是最好的牛肉 所以這種價格 他們就跑去 麥當勞門口 拿補給 抗議 抗議 他們第一個 處理座 處理秀 你們抗議 他們抗議什麼 第一個就是 價格不合理 你這個東西 在美國不是很好的東西 有什麼在台灣 賣的高貴的東西 那台灣人 想理跟美國的想理 是不成比例 所以對台灣人 是低層剝削 第二個 這種漢堡這種東西 是屬於那種什麼 低鮮 然後高脂 高熱量 對我們的孩子來說 健康是不利的 是不是 第三個原因就是說 因為這些東西要包裝 你有感覺你有過度包裝嗎 紙啊 一堆 所以當時 他們在那裡 去跟他們 藏工 藏工我剛剛提到 很勇敢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解除戒嚴 所以是不能上街頭 而且他們穿得很漂亮 為什麼穿得很漂亮去抗議 外地說 我要跟麥當勞說 我不是買不去 但是我來是幫你抗議 你三個不合理的地方 那時候一站成功 站在那裡一站成功 還有一個原因 逼他們要出來做一個基金會 他們基金會是自己募款 你看 1980年代 那時候我記得 那時候 我很年輕 我記得那時候 都是在做什麼 大家到處鄉鎮 尤其在河流旁邊的鄉鎮 都空了怎樣 我們拒絕當垃圾也蠻藏 我們家父親 有什麼垃圾也蠻藏 第二個拒絕垃圾什麼 魂化爐 所以這群媽媽們就覺得說 那如果我們台灣人一直製造垃圾 那你這些垃圾往哪裡去 一定要有地方去處理 所以當時有一個台大教授的太太 叫王寶芷 她就知道說 在日本人已經有垃圾分類資源回收 所以她就回到日本去拿很多資料 然後把它換成中文 所以開始在台北台大宿舍 就周三路那邊 當宿舍 然後他們就聘請一個政策 去跟他們遊說 遊說台大宿舍區的那些媽媽們說 我們是不是來做垃圾分類 我們是不是來做支援回收 如果這群媽媽要聽 他們就去她家講 如果這群媽媽不聽 他們就站去人家的門口 去跟他們遊說 是這樣來的 結果你知道這現在有沒有成功 你如果回顧到現在 回顧那時候 看到現在 這項事情有沒有成功 因為他們同時去遊說公務門 所以有成功 有成功 我們現在都用資源回收 甚至我們不久前的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你知道外國記者來採訪 有一個很感動我們的 感動他們外國人的是怎麼樣 你說幾十萬人上街頭 然後之後垃圾清理得那麼乾淨 然後你們的年輕人都做什麼 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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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得很好 外國人蠻震撼的 街頭運動可以做到這樣子 可見這個觀念已經內化到 我們台灣人的什麼 尋來啊 好 所以這個就是跨出垃圾景量的第一步 好 那我就剛剛講到是這個 資源回收 好 不只是這樣 因為那時候那個年代 不是B型乾淨 B型乾淨蠻盛型的 很多人出於吃飯 就不敢用餐廳的東西 餐具 你說不敢用什麼 明顯的餐具 但是明顯餐具又 也是個問題怎麼樣 垃圾量又暴增 所以你說那怎麼辦 好 我們自帶隨身餐包 好 就是我們的隨身的什麼 那個 豬啊 碗子啊 都隨身蛋 還有他們說自備購物蛋 就是重複使用塑膠蛋 好 現在我們有沒有人這樣做 其實想到說我們小時候 看到阿嬤和媽媽去菜市場買菜 都看什麼 家豬嘛 菜哪兒嘛 那裡是茶香茶肉茶菜 那時候有沒有很多垃圾袋 塑膠蛋 也沒有 所以 我記得我小時候那個垃圾箱 東西都很少 對不對 那現在垃圾都爆亮 所以可見 你看看 他們的訴求也成功 好 那我們接著看下面 好 那所以因為越來越多 因為已經在台北開瀉了嘛 那都會行的 對這理念行的容易響應 所以呢 正是他們就去募捐 然後自己也掏錢出來 做一個主務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好 這個就是我現在要講的 我們主務聯盟 那個生活合作社的一個媽媽 好 好 來 所以到處去募款 所以充滿了理想性 好 那在這個基金會裡面呢 他們的觀念就是說 有一個黑帆掛在那裡 那黑帆喔 要介入學校的什麼 家長會 所以家長會 不是給我們管錢而已 我曾經在學校學院的時候 有一個家長講電話來 那學校就說 請問 我們那個家長會要不要交錢 每個學校交多少錢 大概幾十塊嘛 對 那個家長會打電話說 我交這批錢 請問 有沒有什麼福利 那你想 我們家長會交錢的目的是為什麼 學校有一個運作 有一個基金 然後去關心學校 可是後來好像都變職了嘛 對不對 甚至那個家長就想問 我們那個訓導處的老師說 說 我交這個權有什麼權利 對不對 那我就跟他開玩笑 你記得跟他說沒關係 你要跟他說 你有權利就說 可以每次來我們學校上自廁所 然後可以再操場跑兩圈 所以就他的權利 好 所以我覺得我們台灣人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的教育讓我們充滿了功利主義 那想到什麼事情就充滿了那個對價關係 我會有什麼好處 當然人家 這點故意 這點故意到人 有什麼平安的 好 來 還有你看最重要的看 右邊第二個 隔米跟毒葡萄事件 那麼在這個1990年代年初 那就發生那個桃園官鄉的廢水 那那件事情很少年人知道 可能在五年級四年級生海災 那件事情是恐怖是說 米割掉了還沒有發現 是說去驗那個土壤 才發現那個土壤裡沒有重金屬長流 那你已經怎樣 買出去 請問他有可能不會去哪裡 怎麼會不會來我們教他 我們台人 怎麼會 會 會喔 我會覺得卡不開 我們家的名字就是米餐 對不對 所以那些東西會不會去哪裡 不會去台北吧 台北呢 我們如果把那個台北城封鎖好不好 我們的食物都不要下去 阿鐵農國人都要死 對不對 所以所有我們台灣好的東西其實都運到那裡去 包括有毒的名大概也是 所以在這裡還有呢 台北媽媽騎著說 我給我兒子吃的米是什麼米 再來說那一年要過年的時候 那個美國傳來 美國的那個環境的一個組織 傳來一個一張一張那個資料說 台灣進口的美國的哪一批葡萄 是被驗出有什麼農藥的殘留 但是當時美國進口的五子葡萄是很貴的喔 都被我們買來當作什麼過年的禮物 所以說欸這樣就這樣就這樣就這樣 那這些媽媽就這樣 那我們要吃什麼 所以變成他們有一個就是這個那個品質 一個那個生活品質的一個一個 他們不是混成很多很多嗎 那我們看下一個就有提到了 下面消費品質委員會就組織起來了 那就朝向去購買安全的食材開始 好 所以我現在這裡有一個 來我們可以弄下一個了 好 很棒 好 我現在要給大家看的就是 這個是我們祖父檸檬版的台灣地圖 這個台灣地圖上面都是什麼 都是每一個城市 每一個鄉鎮的什麼 我們的產物 我們在哪裡有米 我們在哪裡 這包括邱先生 這麼有飆出來喔 他們滿香的虱目魚 白蝦 說到邱建成先生 我有一個朋友 他們說東西有過敏體質 這個非廣告時間 過敏體質 結果他吃那個所有的海產都會過命 結果他試試看 就拿他兒子當試驗品 就買邱先生 他們滿香的白蝦 結果吃完之後怎麼樣 OK 非常OK 他懷疑啊 他一直跟我們說這樣的事情 所以今天把這個消息拿來 把邱先生說 我們肯定他的努力 所以這是我們台灣版 給你們看 來 前面一張 好 那這一張呢 不是這一張 這一張 好 這一張這都是我們的刊物 我們的綠主張 我們的社員有一個位 一部綠主張 那裡面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就是 我們第一次去跟他拿葡萄的三光榮的 結籠葡萄的資料 這就是因為鄭振勇博士推薦耶 因為鄭振勇博士 一直葡萄這個農友 那他的葡萄在這個台中縣 他常年都是外銷給日本的 所以我要給日本的東西都要怎麼樣 經過檢驗 所以曾振勇博士很有信心的 就推薦給我們 好 好 這張啊 這張說話就是 那其實在這之間 我們還是一直在尋求說 要怎麼樣去 那時候我們 那合作是還沒有出來 那一直在找尋那個管道說 要怎麼樣保護 我們這些想要吃安全食物的人 去找到我們的食材 找到我們要的規格 其實後來1991年 我們就這個基金會 就有幾個媽媽歐秀琳他們 就到香港參加一個國際組織 這個國際組織 那時候要談那個國際的自由貿易 一個人開始 跨國貿易自由貿易 一連自由化 那結果這個有一個 就有很多第三世界的代表 就站起來說 說那個自由貿易 那各國可以自由貿易的結果 那我們的在地的農民 我們在地的窮人 我們在地的工人 其實越來越窮 越來越被邊緣化 所以這是國際性的問題 大家說很憂愁的時候 有一個來自日本神愛川縣的 他們的生協 他們生協的生活 日本生活俱樂部生協 就類似我們的合作社組織 一個太太就站起來 他說在我們日本 這個已經走了20年 我們用我們要的規格 我們自己去找生產者 那我們跟生產者說 我們要什麼樣的東西 那我們一直走一直走 走20年 我們覺得越來越好 而且我們走到現在 不只是尋求安全的食物 我們現在甚至 甚至我們想到說 我們社員以後的供勞的問題 所以他們的成績 已經除了一個什麼 一個食物的問題 已經走到一個人生的 一個生命的照顧的問題 結果 我們之前台灣的媽媽想到說 那我們可以去怎麼樣 取金 其實有感覺說 日本比我們台灣 其實他們都找我們二三十年 所以我們一直到日本去取金 所以這些人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消費品質委員會 那我們這群前輩 他們有一個特點 就是很愛討論 他們如果有一個問題 他們先去找資料 先去討論 所以經過讀書會的共讀 那累積一個共識 所以從1993年1月開始 我剛剛提到說 300包米400核葡桃 然後就開始了 開始我們的第一步共共 開始因為都是一群媽媽們 所以都騎到肉去送貨 那都媽媽們送貨 結果去接貨的人 就說一句話說 你們的組織是都沒有男人 是我們那男人的做 沒錯啊 我們這群媽媽們 開始行動的 你看 那時候我們叫做 開始我們有一個綠組商公司 所以你看左上角有一棵樹 我常常喜歡說樹有多高 根價有什麼 多神 那棵樹高現在毅力不搖 那為什麼從綠組商公司 變成我們的合作社 那其實我們綠組商公司 成立的時候 我們嘗試各種可能 我們有經過什麼禮貨 勞動合作社 還有什麼什麼 幹地亞什麼合作社 一直走過來 可是還是這群人 那當時因為不能成立 全國性的合作社 所以那時候只能用一個什麼 為了我們的利用者 他們在台北嘛 所以當台北市註冊 所以只能用綠組商公司 是這樣來的 等到綠組商公司成熟以後 我們那些前輩們覺得 不是探局的後 我們希望更多人怎麼樣 參與 所以當時後來我們法令又改了 改成可以變成什麼 合作社的全國性的組織 而不只在一個縣市裡面 所以那時候就成立了 而且我們要一直去取經 我們不是關起門 我們到日本的生協去學習 還有到韓國的女性民友會生協去學習 所以我們為了互相的成長 我們就有一個台日韓亞西亞姐妹會 那我們每一年都淋入在這三個國家 像今年夏天就是在我們的台北開會的 那其實合作社的觀念 其實開始得很早 可是以現在比較成功的 其實就是屬於1844年英國羅須戴爾 所以說你如果說到1844年羅須戴爾的公平先驅社 他並不是最早的 而是活到現在還活著 因為很多人專業成人 合作社沒活著 那他們還存活著 而且他們的理念 比如說自由入社 自由退社 然後你要分配股息 那你的利用額可以 如果領導我們這個組織有結餘的話 還可以分配按照你的利用額來分配 還有比如說他很注意教育 這些都是我們現在所有的合作社 而且這個合作社很重要說他跟社員說 我們合作社的東西不能賣很便宜 我們合作社需要在合理的成本之外 還加上一個什麼 理順 那合作社才活得下來 所以永遠不要存了要佔便宜的行李 是不是 好 那羅須戴爾當時他背景就是因為英國工業革命 那很多熟練的紡織工人都被壞了 然後工廠裡面都叫一些什麼同工女工 薪水就壓低了 那薪水壓低 然後那些工廠老闆 還有一隻五百年平費 他除了把這些人說同工薪水壓得很低之外 他還在工廠裡面設商店 那規定這個商人說你要來我們這邊怎麼樣 買東西 所以老闆賺第二條錢 而老闆賺的錢又把它 產品很壞 那些燕麥那些湯裡面 咖啡裡面 有時候都說什麼 土山粉 對不對 所以這28個工人就受不了了 他們說我們一個人騎一英鎊 所以開始從一英鎊開始 有28英鎊開始 那開始賣糖賣夜賣 賣這些麵粉 好 結果你在28個工人有沒有開過店 沒有開店 結果是你大家都要看他們的笑話 你只要在當宣驅者就這樣子 結果28個人把門關在裡面 不敢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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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了 就踢一個出去 把門打開 所以終於開始了他們的運作 可是他們設立的原則到現在英國 他們還存在 到現在他們還可以賣什麼 賣汽車賣什麼 會不會擴張很大的 好 那我們也是要2010的學他們 好 好 那這群 這群媽媽們 他們呢 就 參與綠色消費行 然後你看看 廚餘堆肥真好用 所以就成立了 就就開發出我們的回徒去 對不對 讓廚餘不要浪費掉 減少垃圾 還有呢 譬如說 你知道我們台灣人以前 外星座 都被某家公司說 我們要用什麼 淑女子漿 其實以前我還在溫山 因為外星座都是什麼 很粗 沒有漂白的 是不是 可是自從用淑女子漿之後 我們台灣完蛋了 為什麼 我們他的水域被污染 你知道所有的制止的過程中 他要漂白 他要怎麼樣 他要排很多的什麼 這個漂白的水到 海域去 河域去 但是河域的被污染的水 到處還是回到我們身上 對不對 還有譬如說我們有統計過說 如果一個台灣每個家庭 每一個家庭用 每年用一包 不漂白的再生衛生紙 其實我們可以少砍 三萬六千棵樹 可以少污染 五萬五千公布你的水域 是不是 所以按照這個理念 我們合作社的自由品牌 就是再生的 衛生紙就出現了 他用不漂白的 再生的製成的 好 再來 比如說你知道我們的廢油到哪裡去 除了廢油當成回收 再次之外 很多都是怎麼樣 倒掉 你看他買那個炸雞排 他沒辦法倒掉 甚至很可怕 你知道我們台南在七谷那邊 有個七谷四谷 當時本來 你知道月龍和七星 要去哪兒去行窗 所以在二十幾年前 有個反濱南工業區的運動 結果後來運動成功 那個地方保留下來 然後那邊開發成生態禮物區 所以就做什麼 做那個船去對面的沙洲 後來發現什麼你知道嗎 對面的沙洲 有人潮的地方就有攤販 賣蚵仔針 還有賣炸什麼 那請問 他們用完的廢油會怎麼處理 就到那個戲湖裡面 對 在日本也發生過這種事情 日本赫製縣的琵琶湖 被污染很嚴重 所以他們那邊的 他們那邊的主戶就出來說 那我們不要再用那種化學的什麼 那個洗劑 他們就開發出什麼 用廢油回收做肥帳 那我們合作社也是用廢油回收做肥帳 而且我們是還引進什麼 那些那個精湛者來做 幫助弱勢團體來做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說 為了保護環境所開發出來的東西 所以說等一下 愛護森林就從擦屁股過去 這我的口號 我們不要去美化 屬性就是這樣 屬性就是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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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